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 第十五号公告 再次说明檀城布置及其他 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 于2009年6月6日所发出的第四号公告上 明确说明了关于檀城的布置 但是最近办公室还是不断接到善事门的询问 为此办公室再次说明 无论是到场物打点还是个人家里的檀场 所用的一切物品 供桌供碑法器或曼达盘等 只要洗擦干净 依法白整洁就好 从来没有任何佛菩萨规定过 供碑一定要是金银器具 曼达盘一定要大 要上品等等 如果没有利益大众的心 心不纯净 再好的工具也是污染佛菩萨的购物 要知道其实无论什么做的工具法器 包括铜铁瓷器 只要真心洗尽就好 佛菩萨没有贪着佛弟子共聚共品的意图 只要我们是修行利益众生 以持戒恭敬之心形丧供 即是最好的谈诚设立 对所有的佛弟子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修学极圣解脱大手印中目前已经公布的两大心水 即想满殊胜海心水和最圣菩提空行海心水 如何解开轮回结立身而成圣 这就是最殊胜无比的设立坛成 至于解脱大手印的具体修法 当一解脱大手印完整以轨规定 根据所修的法 设立相应合法的谈成 如果条件地方比较困难的 一平方尺的位置都可以设一个谈成 真正修行解脱大手印的人 用泥巴做的工具 比那些不修解脱大手印而用黄金打的工具 即功德大百千万倍 寻佛重在修行 不重在表面的假象 只要谈成合乎法义规定 就是殊胜社供 如果不依这两大心水修学 即使以一栋大楼做谈成 最后依然是到三二道里去报道 如果依照这两大心水学修 即使是坐垫大小的谈成 也是功德无量 成就解脱 比如开出仁波切 以正德硕士道师之的圣量 他的谈成就是在一个走廊里 一块坐垫大小的地方 设立了登地大菩萨修学所供的谈成 但是据我们所知 到目前为止 除了宗地道师之 又有哪一位尊者 仁波切法王有他的正量呢 希望你们这一次看清楚了 谈成的真实含义 不要再上当受骗 迷信胡说乱讲的人物了 同时必须强调指出 第三是多结枪婆办公室 从来没有卖过罚本 法器 共聚金刚神 甘露丸 打靶不穷丸 特佐安德丸 金刚沙等任何丹丸 而且一次也没有卖过 第三是多结枪婆更是没有卖过这些 也没有借用这些收受过任何的供养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一次也没有过 可以这样说 要向第三是多结枪婆请要这些东西 他根本就没有 只有众生的一切造业罪过由我承担 我中的一切善业功德全给你们 至于你们来信提到的 在哪一个人的手中买的什么 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 与第三是多结枪婆和第三是多结枪婆办公室无关 到目前为止 第三是多结枪婆和第三是多结枪婆办公室 也没有发行过任何法应带 所有法应带都是国际佛教生理总会 请给世界各地的佛教寺庙 机构 道场和文法典和仁波前 马师们的 第三是多结枪婆办公室 2010年9月1日